我們來看到這個消息 中國的這個經濟不好 是不是也連帶的影響到 這個香港的股市 我們要請教趙立 這真的是30年來第一次 在今天台股收盤 真的這個指數 已經正式的超車港股了 對 沒錯 當然最近港股的部分表現 相對上來講比較弱 當然我相信 最主要當然是因為 中國因素的一個影響 那台股的部分 其實這一波 跟著美股的腳步 開始陸續出現 金金漲的一個走勢 當然外資買超 其實是台股上工 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我們先看指數的位階 拿美股跟台股來做比較 現在感覺到17463 覺得前波的高點 這裡好像壓力還滿大 其實大家 絕大多數的人 其實在一個月之前 當指數來到16000點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是全面比較保守 因為那時候第一個來講的話 就是殖利率的部分 美國時間期公債殖利率 一直往5%以上飆 第二個來講的話 那時候以巴的戰爭 所以大家相對上來講 真的看法是比較悲觀 可是經過了一個月之後 指數漲上來之後 我相信現在的看法 相對都是樂觀 縱使認為174634有壓力 可是他還是覺得 年底之前 有可能就是往萬八 甚至於歷史高點 明年第一季 有可能往歷史高點做壓 真的有機會 因為你看 其實現在的投機的氛圍 你就知道 其實有沒有投機的氛圍 台股其實很簡單 當然有的人會看量 可是另外一個你從類股來看 就是IC設計 台灣的投資人最喜歡的 就是電子股 電子股裡面當中最投機的 就是IC設計 所以你看看到這一兩個禮拜 幾乎漲的都是IC設計 對 好 那我們回歸到所謂的 美股的部分跟台股來做比較 其實你可以發現 道琼的部分 這個是日線圖 其實他並沒有突破 七八月份的高點的位置 就是說他是接近的 那納斯達克的部分 其實也是相同的狀況 到今天的抽盤他並沒有突破 今年七八月份的高點 那標普跟廢伴的部分 都是相同 只有一個指數 他是過高 就是納斯達100指數的部分 當然納斯達100指數的部分 他包含了很多的 大型的科技的龍頭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一波美國的部分 就是說從這一波低點以來 其實漲的還是什麼 比如說NBD 比如說像博通等等這些的股票 還是漲這些為主 當然這些帶動之後 一些中小型的股票就開始慢慢的上來 所以我覺得還有股價位階低的 所以你要佈局大概是這一塊 那我們把它講完 就是說這個地方來講 從低點 這個地方當然是因為 剛剛所提到 尾巴戰爭 殖利率等等 這些問題 談起來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 他們都沒有過高 好 那台股跟美股的部分 其實台股基本上過去 跟美股跟中國聯動 那現在因為中國真的太慘烈了 國股真的太差了 所以是跟美股聯動比較高 現在大家基本上 這幾年大概都跟美股輪動 就是美股怎樣 大概台股就是怎樣 那你看一下 台股的部分 其實在今年的7月底的時候 17463 其實來到這個位置點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也還沒過 快接近 還沒過 接近了 那我們先看技術面的部分 等一下再來跟大家講 你要觀察什麼 因為在這個地方爆量的時候 17400點以上的時候 在7月份的時候 曾經爆出兩次大量 這兩次的大量的黑黑 都在4800億附近 4800億 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也接近17400的時候 這個爆量的時候 也是4200億 4300億 你看一下最近的量 縱使今天好了 大概3200億 你覺得4800億跟3200億怎麼比 對不對 是不是有一點價量被 假如 就是價量背離的感覺 假如他突破的話 我的意思說 他假如縱使突破短線上 也容易出現拉回 因為你這邊的 這三次的套勞量說真的 比較大都4000億以上 然後真的一天這樣 3800億就可以突破嗎 你除非真的成交量 要4000億以上才不會形成 所以目前的量能 都很難去推升指數 再繼續往完吧 那你就要觀察什麼 美元指數跟所謂 殖利率的部分 其實這一波低點上來 就是因為殖利率往4% 跌破5%之後往4.3%來做回測 所以整個本益比往上拉 那之前是往下修 現在是本益比往上拉好 所以你要看一下殖利率的部分 這個是財政部 美國財政部每月發的 債券的發行量 你可以看到這個在疫情的時候 2020年3 4月份開始 你看這個柱狀土 就是他們每在發行的量 你看 非常大 那你說現在來講有比較小 小一點點還是 小一點點 對 一點點還是非常的大 好 那你假如說 在市的發行量 這麼大的狀況之下 你說殖利率它容易 真的從現在的4.3% 短時間往4% 甚至於跌破4% 難度高 標售的部分來講 有時候不踴躍 好 所以殖利率部分 假如沒有辦法短時間 往下殺的話 其實說真的 你要再拉高本益比的空間 其實真的是有限 另外一個是美元指數的部分 因為美國現在來講 大家還是覺得應該軟著陸的機會大 絕大多數人 所以美元指數跌了這一段之後 畢竟我覺得 你要叫它再急跌 這個也是有難度 你假如美元指數不急跌的話 新台幣不急升的話 外資當然買超的動能就會小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其實像今天外資當然買超 可是不是那種幾百億的在買 就是說它的動能來講 有一點點也在稍微的 所謂的一個退潮的狀況之下 對 所以我覺得以目前來講 我們看個股的部分或類股 你要佈局的是什麼 低基期 對 一定低基期 因為你現在指數來到相對高的時候 其實現在高基期的股票 大概只剩下一總會長 還有現在連結 要看明年有沒有一些轉機品 對 沒錯 就是說大家比如說 作夢行情等等不管 其實一般主力業內的想法 或者有時候投信法人的想法 他們也很簡單 股價已經漲了一倍 兩倍 三倍 我幹嘛去幫你抬轎 我另闢戰場就好 我開一個戰場 那個位階相對上來講比較低 比較低的部分來講有幾個 第一個來講生技的部分 生技其實今年以來 大概也都沒什麼漲到 大概有幾個指標股 你比如說像鑽石投資690等等 因為他們的集團 這個有可能也有集團作帳的一個 想像的一個空間 另外的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達邦蛋白的部分 我覺得生技股 其實滿有機會的 其實他這家公司明年第一季 有可能會推出所謂的 黃豆的生態的蛋白產品 其實現在生態非常的夯 因為可以做醫美 可以做其他的生技等等 做一些食品的部分 台新投顧預估 他今年的EPS是負了0.6 可是重點這個就叫轉機 明年EPS的部分就是 他有發行可轉載 EPS的部分從今年負年 變成明年有可能賺2.06 這個就是一個大轉機 周線的部分其實這些 相對周線而言 都是在未接低的股票 我覺得會有機會 Wi-Fi系的部分 它是一個明年產業的趨勢 相信等到它的標準的規格 制定出來之後 我相信這些股票明年 等到有可能5 6月 7 8月等等 尤其明年下半年 它的營收的漲望 相對上來講也會比較好 你看一下短線有可能漲多 可是你看中線 這個真的沒什麼漲 這些股票你可以去看周線 當然APP以及連家軍的部分 它跟博通相對上來講 也是博通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供應商之一 穩茂的部分 其實最近PA有時候也滿強的 因為大家也知道 除了全新位階比較高之外 你像穩茂這種 這個真的之前也跌到翻了 你知道嗎 現在因為PA不管是手機 不管是所謂Wi-Fi期的部分來講 其實也都有應用到 所以股價也開始 慢慢的一個上來的部分 另外紡織股的部分來看的話 其實像遠東新 新鮮 這種股票來講的話 其實也有法人開始在琢磨 你像遠東新 其實這種股價低於禁止 EPS等一筆來比較的話 相對也不錯 是不是會有投信 所謂的作帳的一個行情 當然新鮮的部分 一樣股價低於禁止 另外的都是集團股 年底之前是不是會拉抬一波 我想這些重量的一個個股 值得做注意的 好 剛剛趙麗大我們看到 如果現在選股的話 可以去挑選這個位階比較低 還有在明年會有一些轉機題材 因為運率緊張 所以包括這個BDI指數 一個禮拜漲了三成 BCI漲幅更誇張 要請教趙麗 在這一波的上漲 帶動了貨櫃散裝股的一個突破季線 那麼在今天稍微休息之後 接下來還會再往上嗎 對 沒錯 我想目前來講 當然因為有幾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中國類流感的一個升溫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些BDI的指數 開始出現反彈的格局 當然最重要的是BCI的部分 因為它是海峽型的一個指數 你比如說在鐵礦砂等等 這些相對比較大型的 當然你可以看到最近的中國大陸 或者是它的一個鐵礦砂的報價 其實今年以來 最近這半年 其實反彈幅度也滿大的 當然它要用到海峽型的部分 另外一個就是巴拿馬運河來講 又篩船了 其實在兩年前疫情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貨櫃的部分 尤其是貨櫃的報價 真的一直漲 一直漲 一直漲 漲到缺櫃你知道嗎 所以那時候的股價真的漲半天了 所以你看它的營收獲利數 是幾乎常常在創新高 尤其營收 幾乎全面性的創新高 你會問我說現在會不會 當然現在不太可能像過去那樣子 因為那時候其實所謂比如房地產 或者是一些的價格的 廠商的回補大概都是這樣 你價格在跌的時候 大家不是很想買 你知道 不會想要補庫存 當你價格慢慢漲的時候 對 追漲殺跌你知道嗎 追漲的人通常比較多 追漲的真的多 你看一下 好 我覺得它已經過了今年的新高 BCI指數的部分 當然漲幅相對上來講更大 它也過了今年的新高 假如說我們回推到這一些 散裝的個股來講 你比如說像2605的一個 新興的部分 其實它還有中行的部分 其實它們都有好處 就是每股的禁止 相對上來講都比較高 股價都比較低 你知道嗎